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随即生和所事搬上台面 首先是做饭问题 我俩都不会做饭 开始还厚着脸皮回娘家蹭饭 可几次之后 我妈对李浩百般刁难 让李浩很是生气 坚决不同意回娘家吃 可谁做饭呢 李浩就是猪杀手锏 你比我大 当然要做给我吃了 我被李浩的样子逗乐了 心甘情愿进了厨房 后来我才彻底醒悟 她的撒娇 让我彻底粘在了灶台上 从此以后 做饭似乎就成了我分内的事了 与她没有任何干系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过日子 真的要比谁心狠 心软的那一方 绝对是要受欺负的 这事我倒没有放在心上 骨子里我还是很女人的 我觉得做一顿美味的饭菜 靠了老公的胃 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结婚第三个月 李浩突然告诉我 他想和哥们一起开个浴室店 说哥们有亲戚做预期生意 渠道有保障 老婆 我做梦都想给你买个大房子 你就支持我吧 我受不了李浩的优说 拿出了所有积蓄 一个月不到 李浩就拿回第一笔盈利 挣了钱的李浩 突然有些财大气粗了 我在商场工作 那天赶上商场大促销活动 加班到深夜才回到家的 饿得前胸贴后背 刚进家门 就看见李浩坐在电脑前 正在打游戏 他头也不灰 直接埋怨我 干嘛了才回来 你想饿死我呀 我忍不住回他一句 你有时间玩游戏 没有时间做饭 他当即就不高兴了 我忙着挣钱还得做饭 我是铁打的 我更不高兴了 那我不也是忙着挣钱 还得做饭 我就是铁打的 李浩回头盯着我 我挣的是大钱 我才是这个家庭 最大的贡献者 我当即沉默了 如果再辩论下去 估计只能是越来越强 最后引发战争 我默默地去了厨房 下了一碗新红式鸡蛋面 李浩却一脸嫌弃 连个婚星都没有 这饭怎么吃啊 我心里哀叹一声 为什么觉得婚后和婚前 是两个世界呢 李浩开始频繁外出聚会 经常喝得醉醺醺回来 不知道哪个哥们怂恿 他喜欢上飙车 非要买一辆摩托车 过过瘾 轰鸣的马大声 撤向楼道里 惹得邻居们纷纷指责扰命 我对此无可奈何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代沟 越来越明显 他的思维和想法 与我根本不在一个频率上 这让我愤怀痛苦 我生日前几天 李浩跟我说 他会送我一个大惊喜 生日当天 上班的我都忐忑激动着 期待李浩的礼物 可直到下班了 李浩也没有出现 我急急赶回家 估计李浩正在家里 不止惊喜的场景呢 可家里却冷冷清清 我以为李浩在和我躲猫猫 可找遍了家里每一个角落 也不见他影子 深夜时李浩才回家 一身酒气 脚步亮亮强强 我怕他摔倒过去扶他 却被他一手闪开 你妈妈他瞧不起我 嫌我穷 等着 我会挣很多钱 让他对我另眼相看的 看着喝醉的李浩 我深叹一口气 此时的他 早已忘记了 什么生日惊喜吧 赶紧给他泡杯蜂蜜水 哄他喝下 一方毛乱之后 我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 让我心塞的是 第二天 李浩也没有提生日的事 看他一脸疲惫的样子 我几度张嘴 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唉 不就是一个生日吗 忘了就忘了吧 我在心里不断安慰自己 周末 和我关系最好的表妹 突然找我借钱 我打电话给李浩 让她赶紧给我准备两万块 没想到她突然就咆哮了 你经我同意了吗 就借钱给别人 我不由得就生气了 我自己的钱借我表妹 干嘛要经你同意 不借 李浩直接挂了电话 我火冒三丈 又给她打电话 她竟然关机了 我打给她最好的哥们李子 嫂子 我告诉你实情 李浩的理财被骗了 赔光了钱 刚才来向我借两万 我瘫倒在地 理财 我虽然不明白 她究竟做什么理财 但从李子的话语里 我知道 我的十几万没了 直到深夜 李浩才回来 赶紧倒水给我喝 她像以往那样命令我 我依旧一动不动 你是木乃伊吗 没听见我渴了吗 她愤愤地吼 我突然觉得 心里像冰冻一样冷 我抬头看着 眼前这个狼狈的男人 脑海里闪着婚后的一切 我像呵护自己弟弟一样 呵护着他 不 很多时候 我更像是个妈妈 我伺候他吃喝拉撒 惯着他辞职 玩游戏 逛酒吧 打高尔夫球 明明是个穷鬼 却把他宠成少爷 可我自己呢 自从结婚 我丧失了所有的娱乐 只会上班 还有伺候他 我不禁反思自己 这场姐弟恋 是不是真的走到尽头了 清晨醒来时 面对我的质问 李浩痛哭流涕 老婆 这几天 我觉得自己生活在地狱里 都没脸见你了 许多次 我都想跳楼自杀 可以想到你 我又不舍得去死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只是想让你 生活得再好一些 我抱着李浩痛哭 心中万千的痛恨和怨分 因为他这一段 发自肺腑的七处告白 而烟消云散 我在心里 暗暗告诉自己 给他一次机会吧 不就十几万吗 只要能踏踏实实上班 生活 比什么都强 我是偶然发现 结婚首饰没了的 面对我的咆哮 李浩垂着头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我卖了 我不甘心 我想挣大钱 我没有想到 他竟为了玩投资 卖了我的结婚首饰 对于我来说 他就像卖了我的婚姻一样 让我绝望和痛心 更让我崩溃的是 他的几个哥们 相续打电话给我 说李浩借了他们的钱 让我还钱 他已经完全无可救药了 我绝望地提出离婚 可李浩死活不同意 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 又一个惊天暴雷 把我炸得粉碎 李浩的亲妈找上门来 李浩竟然不是骨儿 他竟然骗我 婆婆一进门 就对我赤目相向 就你 勾引我家浩浩 让他和我们断绝关系的 面对婆婆可笑的指责 我没有丝毫退让 我没有勾引他 是他追的我 怎么可能 你多大 三十多了吧 瞧瞧你那眼角的皱纹 我叫浩浩怎么可能喜欢你 婆婆对我一脸嫌弃 我的肺都要气炸了 您来得正好 我们正要离婚 请您把您儿子带走 什么离婚 婆婆晾着嗓门吼起来 离婚 你也别想得到 我们浩浩半分钱 搞清楚 是他欠我钱 我简直不明白 他怎么会这么想 女人突然眼泪婆娑 我的浩浩 你怎么能娶这样一个老女人 你继父是不会同意的 李浩的妈妈其实很有钱 因为她嫁了一个很有钱的男人 而李浩 痛恨妈妈抛弃她和爸爸 在爸爸去世后 毅然与妈妈断绝来往 婆婆是带着 对我妈妈的恨离开的 在她眼里 我是抢走她先儿子的妖怪 我执意离婚 李浩彻底生气了 那天 她竟然喝醉之后 和几个哥们儿去我单位找我理论 可想而知 商场里那么混乱 保安 警察 顾客 堪比警匪拼现场 这次 我不仅赔了商场一大笔钱 还丢了工作 我悄悄新租了房子 把所有义务都搬走了 我委托律师 把离婚协议书寄给李浩 可没想到 李浩竟然找到我的住处 她在楼道里大喊我的名字 老婆 我不离婚 坚决不离婚 我爱你 我不能离开你 左邻右舍纷纷打电话给吴言 干我扰民 无奈之下 我把李浩让进了房间 她声泪俱下 如果你非要和我离婚 我就跳楼死给你看 我不畏危险 我太累了李浩 我们的婚姻本就是一场错误 放了我吧 环音刚落 李浩拉开阳台窗户 就跳了下去 我吓得尖叫起来 我只抓住她的衣角 然后便看着她 像片叶子一样对落下去 我发疯地冲向楼下 三楼虽然不高 但李浩却严重左腿骨折 大脑有轻微的脑震荡 我不知道婆婆 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她冲进病房 上来就给我两个响亮的耳光 你这个蛇蜥女人 是要害死我儿子吗 我告你谋杀 我沉默不语 毕竟是因为我而跳楼 再辩解只能火上浇油 我日夜在伺候李浩 婆婆在一边 什么事情都不做 只管监督我 她甚至认为我比李浩大 没有尽到照顾好她的义务 要求我对李浩 跪着服务补偿她 我默默地按照婆婆的要求 给李浩结屎接尿 擦身 喂饭的时候 跪着喂她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言语交流 直到那天医生说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李浩突然说 老婆 我同意离婚 我突然跪在地上 嚎啕大哭 我和李浩安静地离婚了 没有任何财产分割 因为没有财产 爱情来过 又走了 这场姐弟恋 耗费我太多的心神和感情 如果还有下次婚姻 我一定不会再姐弟婚姻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你永远不会孤单